今天有两个重要任务 第一个就是要跟光明公社的书记和社长汇报工作 第二个呢 就是跟陆明月回娘家 看望自己的老丈人和丈母娘 我的兄弟 你可算是来了 张师傅 这就是林浩 书记和社长等着见呢 林浩 要不然我就不跟着吧 把心放肚子里 有我呢 欣欣给妈妈的鼓励 妈妈 你过来 书记 社长 这就是林浩 她的媳妇陆明月 还有这个可爱的小丫头 欣欣 书记好 社长好 书记好 社长好 听广泉同志念叨过很多次 你这个闺女啊 可爱得很 叫什么名字啊 大爷 欣欣叫陈子欣 今年四岁了 真是个乖巧的孩子 其实这都是我媳妇平时教的好 以前的我太操蛋了 对他们娘俩有态度的亏欠 林浩同志啊 你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 还是很不错的 吴社长和广泉同志 还有知人同志 包括水生同志 对你们夫妻都给予了肯定 谢谢书记 乡亲们帮衬过我们家 就琢磨着为乡亲们做点事 带着大家伙出去做工 也能给生产队帮衬一些 组织大家伙学习 有时间的时候 希望二位领导能去视察工作 你这个林浩啊 我们视察的啥 社长 这个还是让我媳妇来介绍吧 她平时抓着一块 书记 社长 还是大家伙觉得知道 现在国家的一些情况 就像刚刚林浩说的 指导我们在工作和学习中的不足之处 我们也能够及时改正 听着陆明月的话 林浩都有些差异了 这个还是自己的媳妇吗 话咋说的这么漂亮 看来咱们想偷懒也是不成了吧 哈哈 不过视察的事情就不要提了 思想积极进步 这是值得肯定的 以后就要进步了 都要贴近群众 以身作则 是书记 社长 请二位放心 但是就算是你们给乡亲们做了很大的贡献 也不能因为这个原因 给陆明月同志提前转正 还希望陆明月同志好好准备年底的明班教师考试 社长 您放心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书育人干系重大 大爷 欣欣能进步吗 有肉吃吗 哈哈 你还馋肉啊 我可是听说你在家里天天吃肉呢 爸爸说欣欣在长身体 要多吃 可是小白也吃好多 她都不长个 边上的胡广泉也帮忙介绍了一下小白的美女 甚至还提了一下上次小白的英勇表现 欣欣啊 等你将来长大了 大爷就做你的进步介绍人 安娜 欣欣带大爷吃肉 可香的肉 爸爸做肉最香 你那么看着我干啥 今天才发现啊 我们家的月月讲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呢 厉害 厉害 还不是听你跟胡大哥说话说的多了吗 以前的我可不会说 我媳妇真的是太厉害了 去供销社吧 还得给咱爸 咱们买些肉 买肉 买肉 看姥姥 你 不警告你啊 你不要过来呀 哼 老六 我真的服了 现在的日子虽然过得好了 但是林皓也变得很疯 很疯 有时候也不分啥场合呀 说牵手就牵手 说亲眼就亲眼 让别人看着可咋整 你带过来说 我并不为了 我现在给你带步 我并不为了